人生畢竟有限 徐師傅希望將他數十年的教功夫心得 和學習詠春的要決 有系統地記錄下來 流傳後世 我由開始教詠春 到現在已經有五十多年了 我大概主要都是分開三個階段 初期我怎樣學回來 我怎樣去教我的徒弟 我學的時候 我是貼手貼得最多的一個人 我貼手有個特性 我從來不進攻 只有防守 我教人都是我從來不向徒弟進攻 我任徒弟打的 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 因為我學是這樣 我覺得 和徒弟多些貼手 他就會成功 於是 我每個徒弟 我起碼和他貼幾次的手 貼到他每一個累了 我才休息 第二個一直是這樣 每一個都貼幾次 如是為了很多年的時間 盡量遷就徒弟 我從來不攻擊 只有防守 盡量遷就徒弟向我進攻 所以那些徒弟 那些攻勢都幾能力 幾凌厲 這樣到後期 經過很多年時間 那些徒弟大概都很純熟 將所有事情都練到很純熟 但是我感覺上 他們的力量還是差一點 為何他這麼年輕力壯 我可以一個人貼累他幾十人 可以一次過貼很多個小時 只有他們貼 沒有我貼 我就開始思考 我的力量在哪裡來 從那時知道 因為我放鬆了手腳 我是不用用力的 以為自己熟練比他們練得多 因為我一個人每天都貼幾十次手 過百次 應該的 仍然是執著這個方法教下去 教到 有整個十幾二十年 都是用這個方法 都發覺那些徒弟 又似乎不多對 為何我運用那些東西 他總運用不到 好的 我又開始改轉一個 小小有一個改變的方法 假如他的肌肉一緊 我就叫他放鬆 你用這樣的方法 我親手這樣捉他的 你放到你的肌肉鬆了 鬆弛了 脊骨升得很好 你的力量就會強很多 就開始逐個幫他 運用那些力量出來 一直都是這樣 又黏下又幫他運用那些力量 又黏下又幫他運用那些力量 仍然是不停地跟很多人之手 但是為何我日日幫你放鬆手腳 發揮了一些力量 你明天來到又沒有了 或者我不抓住你的手 做你又沒有了 又經過一段時間 他怎樣都使不出那種力量 我又開始懷疑自己 我究竟怎樣使出這些力量出來 我真是沒有事 我想一下就有那些力量 就常常叫你打好小念頭 想一下就有這些力量出 那就一路又維持了很多年 都是這樣教法 祝他們產生那種力量 就叫他們記住是這樣 就一路是這樣 祝他產生這種力量 記住是這樣 就天天又祝又黏手 但是結果呢 經過又是十幾年的時間 為何沒有一個他自己 可以用這種力量呢 我就開始去找自己用力量的方法 那原來我打小念頭 我用那個腦呢 似乎不是想東西的那個腦來的 那我用那個腦 真是不是想東西的 我想東西的那個腦不用用的 只要我的腦 那個部分一想 那隻手就會動的了 那我怎樣會達到這個這樣的階段呢 就開始自己去找自己的那個用力方法 就慢慢慢慢 那原來我自己一路練拳 有很多動作 是那些徒弟做不到的 那麽呢 那麽呢 就開始 最近呢 就改變了 這幾年改變了 那麽一改變呢 就沒有興趣的 那些人 那些人 因爲我已經開始不拖 跟他們牽手了 整天抓他 想辦法 教他怎樣運用這種力量 那麽原來呢 我們如果一抓到一個人運用這種力量 它就不是用平時的腦想事了 他就用令字一個腦 那我便開始 咦 我以前整天問我師傅 為何叫做小念頭 為何小念頭 難道我那個腦就叫做小念頭 那麽就開始 都怕是的 自己一路教徒弟如何推動腦子, 打開小念頭的腦子。 但是那些人覺得沒有趣味, 站在那裡慢慢找, 沒有趣味, 最後這三、四年我把心一橫, 最多你們不來學,我收檔, 我都設法找到一些人出來, 打到小念頭為止, 一路黏手又不教, 什麼都不教, 只是教他們怎樣站在那裡, 找個小念頭出來。 誰知我用了這個方法之後, 那些人站著站著,傳著傳著傳開去, 我反而不用動手,站著看著看著, 他們越來越人多, 我用這個方法都會吸引到那些人來的, 難道這些人都怕對這件事都有興趣了? 那越來越人多, 我原本就在自己家裡的廳那裡, 教不太多人而已, 但是越來越人多就逼, 逼著我去找地方, 就找到現在正在教人的地方。 那些人越來越人多, 那些人越站著就越有興趣, 那就很特別了, 每個人站著都會有興趣的。 例如有一個徒弟, 在美國回來, 他看到為何你們現在每個人, 有這麼多人站著呢? 他說你教我, 只是教人這樣站著, 讓我不用動手, 都找到淡席, 都好啊。 這個徒弟也挺有趣的, 他說我只是學這件事, 教人怎樣找到一個小念頭出來。 所以, 我現在就理解到, 五枚創權, 為何第一套權叫做小念頭, 原來就是一種力量。 我就曾經作為一個, 假如一個人能夠用到那個念頭, 將那個念頭打開了, 無論在健康上、力量上, 都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於是乎就一直一直是這樣, 這幾年都是用這個方法去訓練那些徒弟, 都屬於好幸運, 有幾個開始到達, 找到打開念頭的那條事了。 他們開始在念頭可以推動一些力量。 這樣我又未滿足, 為何我要整幾年才能搞定你們? 究竟真是沒有辦法? 上來上去都是沒有一個快速辦法。 到現在我都仍在想著, 究竟五枚怎樣創個小念頭? 他有沒有快速方法去教人? 我又為何沒有用到快速方法? 究竟是否一定要長時間呢? 現在就在這裏著手了。 我都仍未達到這個願望。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希望我能夠打通那個念頭的徒弟, 將來找到一個快速的方法。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時間去找到這個快速方法。 我希望徒弟能夠有朝一日找到這個快速方法, 傳到一套那個念頭, 打開念頭的那套功夫。 令到每個人的健康十分好, 那種力量十分強大。 這樣這個就是我最後的願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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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